23歲的許家維是台灣男子進走一萬公尺以及二十公里的全國紀錄保持人 這次是他第一次參加亞運 而且也是台灣第一次有進走選手走進亞運 今天他在二十公里進走以一小時三十一分十九秒完賽 排名第七 我覺得今天有一點點差強人意 因為出發的時候就感覺有一點點快 可是我已經是最後一個了 所以必不得已一定要跟上 就沒有走好之前在賽前的預定的情況的配數 所以就硬著頭皮先跟著跟著走 走著走著其實也沒有到順但也沒有到特別垮掉 就也很開心也有順利完賽也沒有犯規 有得到國際裁判的認可 杭州的天氣比台灣還要再悶一點 然後在溫度上面的話其實今天比起來好像太陽比較曬一點 但大家的條件都一樣 所以就自己沒有練夠 所以沒辦法爭取更前面的名次 可能就像我之前說過 我在這場比賽中還是年紀最小 那就真正的遇到一個大人的比賽 即使我們是在第二集團 然後還是會有很多的變化 又變速又卡位 進個人水戰的時候也會有停頓感 那這些都是在台灣自己的比賽 或者是在一些小型的比賽中是不會體會到 那這次就是增加很多的大賽經驗 那對未來會更有幫助 接下來看身體狀況能不能繼續比 今年10月的全運會 因為今年真的比太多賽了 從1月、3月、5月、6月、7月到現在9月 接下來10月也有比賽 那其實對於身體的消耗已經非常巨大 那希望可以成功衛冥今年的全運會 那讓自己今年2023年有一個完美的Ending 就很意外今天剛好是中秋節 然後也是人生第一次亞運的 比賽日 那就也算是一種對自己一種生日的祝福 比亞運就是最大的禮物了 今天是田徑賽事的第一天 除了有進走之外 晚間要登場的有女子練球的余雅倩 女子牽球的吳慈恩以及簡承欣 壓軸登場的是男子100公尺預賽 有林悠閒以及最順的楊君翰要登場 有林悠閒